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从今天起 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系列报道 新时代的中国 今天聚焦中国高铁 高铁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 虽然比发达国家起步晚了四十多年 但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 再建规模最大 运营动车组最多 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伴随着一大批高铁建成开通 中国高铁网正在从四纵四横 扩展到八纵八横 不久前的北京冬奥会 京章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 穿行于北京八大岭长城附近的山区中 引来不少外国运动员 新闻记者的感叹 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说 世界上首列350公里时速的自动驾驶高铁列车已经在中国投入 21世纪初中国没有高速铁路 而今天纵横交错的线路连接着中国主要的城市集群 总台记者也探访了与冬奥会同款的自动驾驶高铁列车 我身后的列车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最新款的复兴号 叫做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我们能看到它的车头采用了音笋仿声学的设计 气动阻力更低也更加的节约能耗 我们来驾驶舱看一下 刚才听司机李勇介绍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操纵更加的简洁 他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350公里时速的自动驾驶功能 他还采用了以太网控车车载安全监控等九项智能运维和监控系统 让中国的高铁列车更加的安全和智能 那么这个车型从去年开始在中国集中上线了 前不久刚刚在京广高铁上投用 自此中国有了五条常态化爱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的高铁 现在很多旅客就背着像我这样的一个书包 每天坐高铁往返于不同的城市 据我所知中国高铁网建设的一个规划目标是 实现相邻大中城之间一到四小时交通圈 城市群内半小时到两小时的交通圈 如今高铁通勤一族在城三角等区域越来越多 殷余寒家在无锡公司在上海 每天坐高铁上下班日常通行的时间四十多分钟 像这样的双程生活殷余寒已经保持了九年 王鹏是宁波材料所的一名科研人员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宁波坐高铁来上海光源的 国家大科学装置 高铁促成了他说走就走的实验之旅 查尔斯是一位在中国经商的美国人 2017年12月他成为上海站当年第一亿名乘火车出行的旅客 他感慨中国高铁网络非常发达 希望美国也能有这么棒的高铁 正是因为有了这条铁路枢纽 合肥附近的这些产业 它的那些产业链才能够更好地集中到合肥来 然后也更好地吸引我们其他发达地区的这些优秀人才 十年间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已全面建成 八纵八横高铁网正在加密形成 一大批高铁建成开通 年均投产3500公里 高铁里程从2012年的9000多公里 到目前突破4万公里 占世界70%以上 已通达中国93%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 而眼下中国八纵八横的高铁网还将再添新动力 贵南高铁的建设者在库暑中也不停歇 通知后贵南高铁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 首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贵南高铁开通后 早上在贵阳吃羊肉粉 中午在南宁吃柠檬鸭 前贵一日游说走就走的旅行将成为现实 党的事发大以来 老少边及脱贫地区建成高铁2万多公里 占同期全国高铁投产里程的80% 我现在所处的位于贵州辟邪的山区 曾经交通不并是国家深度贫困地区 而这座西西河大桥 以240米的大跨境和260米的大落差 让天嵌变通途 桥上途径的高铁 是连接成都到贵阳的成贵客专 助力沿线多个国家级贫困线 走上了脱贫路和致富路 成贵客专2019年开通之后 贵州前夕成为越来越多贵阳游客的后花园 翡翠湖边的村民搞起了百元畅游项目 节假日农家乐一方难求 有些老板之前是养鸡的 养鸡的 然后他之前就只有是卖到城里面 一公斤只能卖十来块钱 高铁开通了之后 带动景区的发展了过后 客人挣脱 然后他们就自己开这个农家乐 一只鸡就可以卖上上百百块钱 那这个肯定就花了好几倍了 大方县如今高铁直达广州 杭州 昆明等大城市 如今坐高铁来避暑的游客和投资商越来越多 县城里曾经种地挖煤的年轻人 如今也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出去务工的比较多 然后学生求学的 还有就是出去就医的 有了高铁站以后 广州那边和币街职业学院签到这个定点的这个合同 往那边输送年轻人 去那边布公工作 回顾中国铁路的发展史 中国铁路经历了从学习 追赶到领跑的巨大跨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 掌握核心技术 高铁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 中国方案的推出 中国的高铁将更好地服务中国百姓 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总台央视记者报道